《烈梦》作者二辰,那人说,一壶老九沟对东窗旧事,成雪,可以入梦,恍惚间,好好护,如平虚欲风,悠悠呼,而莫得起芽,仿佛遨游,仿佛千年,物似云卷,物似千山,十方悬浮,绳索藤蔓,物似浩瀚,幽静深圆,旷野寂静,明月高悬,残性凡乱,苍穹点点,人生梦无常见, 风花雪月无边,众生皆为红尘客,一场悲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